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共軍這步棋點了自己的死穴 美軍不會讓它解開 中國抖音內部通知曝光 梅彥芳 成龍六四前夕列入禁區 六四事件34週年 民進黨稱 國際應加強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關注 六四天安門事件34週年 賴清德裕 莫望六四珍惜自由民主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6月4日星期日 歡迎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共軍這步棋點了自己的死穴 美軍不會讓它解開 作者沈舟在大紀元撰文表示 若中共挑起戰端 臺灣海峽將是最危險的區域 任何戰艦都可能被敵方的按機反艦導彈擊沉 美軍神盾艦定期穿越臺灣海峽 主要是一種政治動作 在戰時不會這樣做 美軍航母連這樣的政治動作都不會做 讓價值近百億美元的航母穿越充滿敵意的臺灣海峽 絕對是一種冒險 美軍戰艦極少靠近中國大陸的海岸線 至少會在中共按機反艦導彈的射程之外 中共航母和大型戰艦在戰時也不敢輕易穿越臺灣海峽 山東號基本就無法再返場維修 而只能趴在港口了 中共東部戰區海軍基地主要設在浙江州山和上海 同樣選擇遠離臺灣按機反艦導彈的射程之外 但中共若進攻臺灣 也不得不大費周章 一旦開戰 中共海軍南北將難以相互支援 南海艦隊不敢穿越臺灣海峽北上 北海和東海艦隊也不敢穿越臺灣海峽南下 巴士海峽和宮古海峽會被美軍和聯軍封鎖 中共南北戰區的海軍會陷入孤立 很容易被個個擊破 臺灣海峽實際是中共海軍的戰略死穴 若中共開戰 就等於點了自己的死穴 中共很想疏通這一關鍵學位 但始終沒有把握取勝 如今美軍嚴陣已呆 中共應該更不敢動手了 美軍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讓中共解開這一死穴 否則美軍就難辦了 若中共奪取臺灣 中共核潛艇可以從臺灣東部輕易進入太平洋 臺灣海峽會被中共視為內海 中共海軍可以南北貫通 還會把基地設在臺灣東部 美軍戰艦則難再穿越臺灣海峽 也不能再輕易通過巴士海峽 往返南海將被嚴重限制 美軍全球部署維護海上自由航行的行動經受阻 那樣的話 在任的燕太司令會被迅速解職 新任司令的首要任務應該是奪回臺灣 中國抖音內部通知曝光 梅艷芳 成龍 六四前夕列入禁區 6月2日 有網友爆料 中國抖音官方私下給各大網紅與品牌方發布通知 要求他們在6月3日至5日的三天內 禁止發布推廣 評論或轉發一些敏感圖文信息 直到6日才會解禁 消息稱 中國抖音列出的一連串名單包含 坦克 點蠟燭表情 含義不明的數字 有年代感的老照片 成龍 譚永林 曾志偉 梅艷芳等香港藝人 含人群聚集 維多利亞港 天安門 伊和園 燭光 物體排成一排等元素 抖音還要求 這期間轉發 評論和點贊都不得是敏感數字 更請用戶必要時暫時關閉留言區 到解禁為止 有網友疑惑 為何中國抖音特別點名成龍 譚永林 曾志偉 和梅艷芳這幾位知名港星 據悉 這四位港星皆在過去公開聲援過六四天安門學運 甚至還為此舉辦過民主歌聲獻中華的籌款活動 雖然其中幾位如成龍後來相繼見風轉舵 成為極其親中 甚至表態中黨愛國的藝人 但仍明顯被抖音視為與六四有關的人士 因此遭列入禁令名單 1989年5月 中國大陸爆發一場學生民主抗爭運動 引發國際輿論關注 當時香港 臺灣演藝界舉辦了民主歌聲獻中華籌款異唱活動 鄧立軍 梅艷芳 成龍 譚永林 張學友 黃耀明 陳百強 Beyond 沈殿霞 周華健等100多名藝人參加一演 籌得超過1000萬港元善款 支援中國抗爭學生 然而 同年6月4日 中共政府出動軍隊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學生及民眾 這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震驚世界 當時梅艷芳不遺餘力的聲援學生 反對中共鎮壓 她從此拒絕到中國大陸演唱 拍戲 並謝絕了原本為她量身製作的電影《軟鈴玉》 六四事件之後 許多參加抗爭的學生遭到中共追捕 當時 前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等一群香港人 低調地發起一個秘密營救六四學生的黃雀行動 營救了數百名學生 至少15名遭當局追捕的學生領袖 成功獲得營救 前往海外 司徒華在《回憶錄大江東去》一書中披露了一個秘密 她說 梅艷芳對黃雀行動是有情有義 出錢出力 梅艷芳不但拒絕到中國大陸演唱 拍戲 還專程飛到美國 加拿大等地一眼籌款 籌目的款項用來幫助六四民運人士 但梅艷芳自己從來沒有對外提起這些議局 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讚賞梅艷芳的議局 指梅艷芳對許多香港人來說 她不但是一名演藝圈的時代巨星 同時也是八九十年代香港精神的象徵 象徵著當時香港人崇尚自由 民主 人權 以及有勇氣對抗不公義 有勇氣反對中共暴政的正義精神 六四事件34週年 民進黨稱 國際應加強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關注 三立新聞報導 臺灣民進黨4日表示 今天是六四34週年 我們要紀念並感懷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受難者 並向所有為爭取民主 自由和人權奮鬥的人們 表達我們最大的支持和敬意 民進黨呼籲 國際社會與民主國家應持續加強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關注 並共同抵禦中國日益升高的無力威脅 民進黨強調 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不僅是對歷史的追憶 更是要肯定 民主 自由 人權就是全人類所應共享的普世價值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34年前 中國年輕學子在民主與專制之間所做的選擇與犧牲 面對中國的威脅 民進黨絕對不放棄和平主張 但也會站穩4個堅持 堅定捍衛臺灣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 六四天安門事件34週年 賴清德遇 莫忘六四珍惜自由民主 今天是六四天安門事件34週年 中華民國副總統賴清德上午在臉書 以莫忘六四珍惜得來不易的自由民主為題指出 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在1989年 當時的臺灣剛結束戒嚴 民主運動及社會運動風起雲湧 對於中國人民追求民主的心情 我們感同身受 賴清德表示 過去每年香港都會舉辦的六四晚會 以及追思彌薩以陸續停辦 近年來 中國加強對香港的言論控制 香港公共圖書館中超過百餘本的六四相關書籍被下架 香港民主派的代表性政黨公民黨在上個月底正式宣布解散 代表香港的民主與言論自由又往後退一大步 賴清德並表示 六四舞台劇5月35日 在中國與香港都遭到禁言 在臺灣由國際特赦組織臺灣分會與小劇場合作改編 已經公開演出 紀念六四的晚會也在臺北持續舉辦 正顯示出民主與專制是臺灣與中國最大的區別 賴清德說 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與堅持臺灣的自由民主 不但可以並行 更是息息相關 未來 我們會持續加強與世界民主陣營的連結 確保臺灣的民主 和平與繁榮的生活方式 多忙呀 先休息一下 再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再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